来自日本的十位小朋友来到第三顶交流 进行围起高专的风筝地 为了美国的青少年来提供到在地 这厚富的新闻风筝 接台家庭是专业日本的小朋友 成功借地呛来进行参考 在石塞台湾的地道文化的东西 也能提供借地规定 让这些来自日本的人 可以全顾了解东西文化的事 也感受到台湾人的真正理 看到這台西湖的喜歡 來自日本的小朋友都沒到想要趕去去體驗 雖然做的過程對他們來說是相當成分 不過人家的體驗讓他們都感覺出味還好 我問他說在台灣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做過這個的感想 他說這是他第一次做烏龍茶 那他覺得很開心這樣 我們體驗教他做菜的時候 他都會喜歡把東西都捏 會把茶葉捏出來 為了要讓日本的學生人 可以了解台灣地文化 在山頂的接待家庭 當時也是地藏的人教兵 是特別安排一連串地文化的體驗活動 想說來到這裡的也讓他順便體驗一下 我們台灣的自茶文化 所以就邀請其他九位小朋友 跟在地的台灣小朋友 一起來參與我們自茶的文化 了解我們自茶過程 讓他們對台灣的茶葉文化有更深的認識 除了做地的體驗以外 我一定一杯在地有一個好地 在山頂的地道協會專業的耶穌 不只泡一泡好喝的黑龍茶 也充分典現台灣地道的優美和地式 從日本的茶道不同 不一樣 在地的茶道是祭祀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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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家庭來 雖然一次是有彈簿不適應 不過經過幾天的接觸交通以後 讓他們就親唱一支會兒一樣 這個小朋友這麼九歲而已 他們是非常主力 自己非常動力 非常乖 來台灣九天的時間 講久也沒很久 來自日本的十位小朋友 總在八月七號回去高雄 相信這次的文化交流 台灣人情味以及在地產業地識 都讓他們留下南方的回憶 記者王主主唱報道